好 师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我那天做梦梦到您和师婆 就是说我跟师婆打一把雨伞 然后您打了一把伞 好像我们走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就是但是那个地方很干净 然后这个时候天空一会儿下雨 一会儿下雪 然后您就对我说 你看事事无常 那我就醒了很清楚 很简单 这个就说明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 一直会碰到磨难 当年唐僧西天取经 你看碰到这么多的磨难 才能取到真经 我们现在学佛度人也是的 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磨难 明白了吗 没有办法的 人很辛苦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像师父这么把命都不要再救人了 还是有人讲啊 那你又被人家讲有什么办法 你说这种人 这种人你能跟他说什么 他修的不好 就这样 你这个社会上比一样的呀 你说大家都知道做好人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做坏人呢 是的 没有办法 救人真的很痛苦的 救人很辛苦啊 很累啊 是的 是的 这个我当年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们这边也出了一些小状况 现在好了 真的有时候想不明白 那么多人自己于是还不懂 还要讲人家不好 对对对 他自己都自己都自己不懂 他还讲人家不好 他自己学佛的人还要拿 拿佛菩萨东西来攻击人家 你想想看这种事情怎么搞得好啊 就是一个学佛的人他不明理啊 佛菩萨 佛教本身就是无尊的 你想想看可以拿这个这个佛法来打 打击人家另外一个佛法吗 可以吗 不应该也不可以啊 是的 大家都在红法 你说说看 你这个医生也在看病 那个医生也在看病 那这个医生都是在救人吗 你为什么自己这个医生说 人家医生不好啊 你就救你的人不就好了吗 是的 要明白 要明理 没办法的 师父吃的苦 不知道比你们多少 师父的压力 不知道比你们大多少 对 你要知道 你们要是在师父这个 你们在师父这个位置上 你们不知道 早就撑不住了 要记住啊 要坚持自己的理念 要懂得 我们只要正 我们不要去 不要去怕 人要正就可以了 佛菩萨会保佑的嘛 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台长这个 这个心灵法门 为什么会会得奖啊 对不对啊 国际社会也认可 对不对啊 我叫召召大家 每一个在所在国的人 都要爱国爱民 要遵纪守法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 真的你真的很辛苦 当然辛苦啊 我有话跟谁讲啊 我只有跟观世音 不在讲啊 所以希望大家 要珍惜台长 真的 有些人的 真的老有人的 捣乱的 没办法的 这个世界上 你说有谁 不被人家讲啊 还没生出来的人 不被人家讲 死了的人 过去再伟大的人 都会被人家讲 有什么用啊 是的 好了 我们一定会好好 修得说 你们只要地址 土地 跟着支付 能够对得起师父 我就最最开心了 其他的我都不想了 我的目的就是 一辈子就要 活着就要让人家 想得通 让人家想得开 不要生病 财长有什么目的啊 就是让人家好好念经 能够心中有个寄托 就这样了 是 我们前几天 几个同学在一起 还在说 如果没有心灵法门 我们现在过得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对了 精神上 精神上的痛苦啊 我告诉你啊 胜过你肉体上的痛苦啊 对对 好了 真的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您多保重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再见